大家好,我是帕帕 前幾天,觀眾跟我說 他向我介紹一下SCP基金會 到底這個SCP基金會是什麼呢? 我今早就來講一下 其實SCP基金會是一個特工組織 它是負責搜尋並收容 各種具有異常屬性的人 地點或者物體 它就統稱SCP SCP基金會是一個國際性秘密組織 這個組織受到全球國政府的授權 它是致力於控制並研究 所有在自然法則之外運作的異常個體 實體、地點、物體和現象 這些對象大多數是擁有嚴重的物理和心理危害性 如果不加以控制 就將會對人類社會或者認知構成直接的威脅 為了防止大規模的動亂 並維持人類文明的正常運作 SCP基金會的存在並不是被大眾所知的 當一個SCP被發現的時候 SCP基金會就會暗中派一些特工到發現地 然後收容這個SCP 並將它送到基金會的設施中 如果SCP無法運輸 SCP基金會就會在這個SCP 周圍建立一些設施就地收容 SCP基金會在科學交給對設施裡面的 SCP進行各種研究 出於安全性的考慮以及測試對象的可消耗性 SCP基金會經常將一些D級人員 用於危險SCP的交互實驗中 我現在就說幾個SCP給你們聽聽 SCP 087樓梯間 SCP 087是一個無燈的永無止境的下行平台樓梯 三樓內存在了一種類似於鞋和哭音的聲音 但無論如何前進都不會感受到聲音的音源 同時樓梯中存在著被稱為SCP 087之一的未知生物 SCP 173 雕像 SCP 173是一個由羅文鋼 認雲土和噴漆組成的雕像 在人直視他的時候是政治的 沒有人觀測的時候就會以極高速的速度移動到人的身邊 並截斷或辣斷人的頸部 SCP 682 不滅而適 SCP 682 是一個體型巨大 不知源頭的雷爬行生物 擁有極高的智慧 力量移動速度和反應速度 它的再生能力和適應能力都非常驚人 對所有的生物包含極大的敵意和真惡 其實現在基本上這個SCP基金會又差不多講完了 剛才我講過三個SCP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出名的SCP 可能聽過SCP 或者聽過SCP基金會的人 應該都知道剛才那三個SCP 因為他們真的比較出名 基本上網上打SCP就看到他們了 現在到最後 其實這個SCP基金會只不過是一個虛擬特工組織 在現實生活裡面 SCP基金會是一個基於網站社區的協同寫作小說項目 這些文章包含多種類型的元素和風格 例如科學幻想 都市奇幻和恐怖小說等 好啦 現在基本上這個SCP基金會就真的講完了 那如果你們想有更加詳細的SCP 就是你們可以上網查一下 那你們基本上打SCP基金會或者打SCP 你們都應該會看到很多的SCP 很詳細的講詞給你們聽的了 那其實今集我就 我記得應該是我第一次拍這些類型的影片 因為我之前拍的應該都是一些遊戲 或者跟我隨便講一些東西 那這一個 那今集這段影片我就真的寫得很完整 真的有寫得很完整的稿 因為之前那些我雖然有寫的稿 但是都是很隨便的 寫了兩行字 然後就自己一邊看著字一邊就自己發揮 那今集又真是一個很完整的稿 而且今集因為真的比較多東西 所以可能這段影片只有幾分鐘 我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這段影片展好多 真的會幾多分鐘 那總之大概就是幾分鐘 因為肯定六十幾分鐘 我拍片是拍了很久 我拍片都拍了整個 又沒有整個小時的 半個小時左右 那 但是其實基本上這段影片應該只有幾分鐘 因為我是說錯了很多次 NG了很多次 所以其實今集呢 這份稿基本上就是這麼多 那 然後因為我就是不想 可能有一些人就是 一直拿著手機 有些人忘記了就看著手機 那我就不想這樣 我就是直接把他背了他 那有些人忘記了 可能都看兩眼 那都是這樣 但是我基本上都是背了他 所以我都用了少少時間去背 因為今次都真的有點長 就是要背的東西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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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對這個SCP有興趣的話 可能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或者你們自己上網查一下 會更加詳細 因為我講給你們聽 可能都始終 有時候就是 不是很想 記那麼多東西 拍那麼多東西 就會 盡量減減一點 那 就是 那 那今天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